克勒斯将木棒砸在地上 巨大的力量使得地面猛烈震动 此时阿瑞斯的手下看不下去了 拎着大剑就冲了上去 区区人类而已 有什么好嚣张的 阿瑞斯想要阻止 却为时已晚 刚刚的力量 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范畴 克勒斯大棒向上猛地挥出 神兵的下巴 直接和他的脑袋塞骨的败 没错 此刻克勒斯身上所爆发出的 正是宙斯的力量 向来在神界所向披靡的神兵们 哪里受过这种气 还没等阿瑞斯阻止 神兵们一跃而起 瞬间包围了克勒斯 时间一转而过 来到了晚上 此刻的战场只剩下了两个人 双方皆以筋疲力气 不敢相信 仅凭克勒斯一人 就将军神先锋队团灭 阿瑞斯挥动铁拳朝着克勒斯冲去 没想到克勒斯也是个狠人 直接用脑袋硬顶 接着一拳挥出 直击阿瑞斯面门 没想到一个人类 竟能和神明战斗至此 此时两人再度同时出拳 突然 一个小老头的出现 挡下了两人的攻势 此人正是宙斯 阿瑞斯顿时松了口气 要不是宙斯及时赶到 再打下去 恐怕连他也不是克勒斯的对手 克勒斯看着眼前的小老头 这未免和神殿中的实相 差太多了吧 听说你喝了我的血 那就特许你成为神吧 为了守护人类 克勒斯选择堕落为神